再来性质推理法 用性质来推理 就是说只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特征的佛陀 与没有相好特征的上师 外形不同 心性在法界却融为一体无分别 如果一个上师 你要认为他长得跟佛陀一样 他才是一个真实的佛陀 我才愿意试诗如佛 才把他当佛看 这下会很麻烦 为什么大家对佛像可能比较少研究 我对佛像我有一个兴趣 我很喜欢看佛像 就各国各朝代的佛像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这个叫做尼泊尔座的佛像 藏传佛教的佛像 释迦牟尼佛 是不是 那中国的佛像呢 什么样 肥头大尔 对不对 这个日本的佛像呢 那更大一点 四四番番 还有一个咪咪眼 就这样传定 这样 这身体很粗犷 那泰国的佛像呢 很瘦 头很尖 上面还有一个云罗顶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印尼的佛像呢 又不一样 所以一个上师 他要像佛陀的三十二相 你才愿意事实如佛 那你指出来 请问他要变成哪一尊呢 他才是真佛了 是不是 是不是用这样 所以上师 他的心性在法界 融为一体 没有分别 在波尔波罗密多经中讲 佛陀是法性 接淫者法身 就代佛接淫众生的人呢 那就是法性 佛是法性的称谓 接淫众生出苦海 是法性 化现法身的作用 所以诸法法性平等 同而 佛和说法的上师的法性 是怎么样 是相同的 所以以性质推理法 你看佛他讲的是谁 他讲的不是一个人 你说佛陀是人 哪一个人 没有了 你说那没有是因为佛 照着四十人不公敬地讲 佛死掉了 对不对 佛死掉了吗 在天人看 佛没有啊 佛他还在法界 在菩萨看佛 那还在啊 临山法界 临山净土啊 那佛怎么会死掉了呢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会共有读到 众生望见佛生灭嘛 其愿化身 其注释 我们看到的是佛化身 我们希望佛的化身 常常注释 我们看到那个所谓死掉的肉身 烧掉土皮的 这个佛的肉身 那是佛的化现 同理 佛 他是法性 接引众生 就是 法性 衍生出来的法身 佛的法性 化现 上师的法身 来代其宣教说法 但是他们的本质是无二的 这个叫性质推理 你用这样的性质来推理 可以破除自己的分别妄念 这就是说很多人在说 你说的清净观 可以直观事物的本质 那到底是怎么观呢 我跟你讲 天人看水 一杯摆开水是琉璃 是不是 为什么天人很有福 他天眼一看 真是晶莹剔透 这是宝 很漂亮 人看这一杯水 就是很清凉 他可以解渴 可以洗澡 可以洗手 鬼看这杯水 因为他很没有福报 他看是什么 浓血 又腥又臭又脏 是不是 所以人看佛 他死掉了 他烧掉了 留下舍利子 我们讲 正确讲法 他就是原籍 他涅槃 为什么叫涅槃 涅槃是正确 叫不生不灭 天人看佛 我们看佛 从世间不见了 天人看佛来了 魏母说法 最后佛魏母说 地藏菩萨本愿经 很多经典说完 他要在天界 实现我们人间的什么 死掉 对不对 他要实现涅槃 所以天人很难过 佛涅槃 佛一涅槃 佛死掉吗 没死 我们人间快乐 佛陀天降日 对不对 那能够动观三界的 菩萨圣者 他就知道 这佛 他没有生灭 他是不生不灭的 他是幻化的 是不是 所以你说到底佛是怎样 是涅槃 你只能用涅槃来称呼他 这是最正确的 所以你说佛他是一个人 佛他是三十二项 八十种随心好 都未必究竟圆满的说法 所以我们越了解佛法 你就会越能够清楚 越厘清自己心里 这种妄想和执着 所以很多人同时就说 那清精管怎么修 你要直观事物的本性 那你就要去 你就有记好这些逻辑推理 还有性质推理的方法 看你一个 这个上师 他是不是佛 你心里还有这样的病态 执着 至于你要去想 因为他的本质 跟佛其实是无二的 你才能直观到事物的本性 这个要时间慢慢的来推理 第三呢 否定推理法 这有些人在他的眼睛前面 那个有眼病的 看到好像有头发 有油丝 有非纹症 对不对 那其实眼睛 如果那个这个蚊子 这根头发是真的 那你眼睛健康的时候怎么样 应该看得更清楚啊 是不是 为什么你眼睛健康的时候 你眼睛那个非纹症 那根头发怎么样 你眼睛健康的时候 它不见了 为什么 有病的时候它才在 所以你众生有病 望见佛生命 他觉得佛有生死 那是众生有病 有病的眼目看的 所以你去除了眼目的病态 你才能直观事物的本质 所以 就是说同样 我们在上师身上 你如果看到上师身上 有种种的毛病 有缺点 如果这是真实的 你在去除你的染灼 你的这样不静的意识 应该是 就是说 你看到上师有这些毛病 有这些错误 有这些你认为不好的事情 那你去除了你心里的染灼了以后 你应该看得更清楚 上师有毛病 上师有问题 那为什么当你去除了你自心的染灼 分别妄想 看到了所谓的亲近观 上师他并不是有毛病 有偏差 有染灼 为什么有这个情形呢 所以这个就是说 当你一个掩饰不尽 妄想分别执着的人 他看的很多的现象 是一个由病态所承见的现象 他用这样的一个否定推理法 所以可见之物若不见 是不存在非其他 意思说可见的现象 在可见的具备条件之下 如果没有发现 就断定 这个是不存在的 你现在眼睛有病的人 就看到有一个蚊子在那边 非蚊症 看这边他非这边 看那边 结果有一天把他治好了 根本没有蚊子 这断定什么 根本没蚊子 是不是 那你如果看到上师有毛病 这我不相信他 他不是佛 上师有偏差有错误这样 有一天你把你的心性调整好了 上师很好 他跟佛是无二了 你变成一个健康的修行人 那证明上师他没毛病 他没有偏差没有错误 这就是所谓的否定推理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